大家好,我是惠惠,面粉不要只蒸馒头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又简单的做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把小葱对半切开 给它切成葱花 首先在盆里倒入300克的面粉 倒入3克的酵母 先用筷子搅一搅 再打入两颗笨鸡蛋 放入切好的葱花 先搅拌均匀 倒入100毫升左右的温水 搅拌成这样子的棉絮状 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 盖上盖子饧发两倍大 看一下这个面团已经饧好了 里边是满满的蜂窝状 放到案板上揉一下排气 揉光滑之后给它整理一下 用手按扁 用擀面杖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面片 擀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上面放上一层食用盐 用手给它铺匀 再用擀面杖给它压一下 上面倒一些食用油 给它刷匀 从一头给它卷起来 从上再往下卷 给它切成一厘米宽的长条 取一条 用手给它折过来 用筷子在中间按压一下 看一下 一个蝴蝶结的形状 电饼铛提前预热 刷上一层食用油 把小饼放入里面 盖上盖子 先烙两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我们来给它翻个面 盖上盖子 再烙两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再给它翻个面 最后烙制两面金黄 按压能回弹 说明就熟了 出锅 我们的葱块蝴蝶小饼就做好了 这样子做 外酥里软 层次丰富 做法简单 营养又好吃 而且这个造型也是非常的漂亮 孩子呢 也是非常的喜欢 用它当早餐 或者是小零食 也是非常的不错 一共做了30多个 上桌就光盘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就赶紧试一下吧 喜欢霍霍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